中方跨部门工作组已经抵达巴基斯坦 就10月6号发生卡拉奇恐袭事件 开展后续的处置工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工作组密集会见了八外交部等负责人 要求八方妥善地处理善后事宜 并前往到医院探望伤者 另外根据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的消息 16号恐袭案遇难的两名中国公民 遗体送币仪式10号晚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举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工作组8号抵达伊斯兰保后 立即会同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 有关企业等全面开展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组立即会见八外交部 内政部以及军警情报部门负责人 要求八方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全力救治伤员 彻查事件真相 击凶惩恶 并采取更严格安保措施 确保中国在巴人员 机构和项目安全 八方强烈谴责恐袭事件 以全面开展善后处置和查案击凶 将进一步强化安保措施 全力保护中方在巴利益 工作组在巴期间调业遇难同胞 赴医院探望伤者 并前往项目营地慰问企业员工 另续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消息 控袭案遇难的两位中国公民 遗体送别仪式 10号晚在卡拉奇国际机场举行 驻卡拉奇总领事杨云东 中方复八跨部门工作组 全体成员和新德省省都 特索里等巴基斯坦官员出席 出席人士肃利莫埃 鞠躬并敬献华圈 仪式结束后 中方工作组互送遇难同胞 遗体回国 富华卫视综合报道